我外婆又不吃饭了 听到我小姨打电话跟我讲的 已经85岁了 还跟小孩子一样 因为白天都是她一个人在家嘛 所以特别容易胡思乱想 再让我们家二宝去两天发烧嘛 我媳妇就没怎么顾到上外婆 今天把我们家二宝也带着 每次一回人家都挺麻烦我婆婆的 她又给我外婆准备吃了了 弟弟家鱼挺麻烦的一点白瓜 像不像换了个阿姨吗 像 这是给外婆准备的鱼心草 特别的开胃 什么鱼心草 这是驴好 但是这个跟鱼心草的确挺像的 再读一遍 驴什么 驴膏 驴膏 还是蒿 驴骚 越说越离谱 这个驴膏是我妈祈祷去菜场买的 但我们苏百没有老年人不喜欢吃制造菜的 这个东西可比这两个好处太多了 我妈还买了点煎鸣 把哪些驴机给它往来冰跳 你怎么说我媳妇呢 谁笨蛋呢 我没有 哈哈哈哈 什么也洗水倒倒的呢 现在给它清醒一下 这个洗起来比较麻烦 妈妈 哈哈哈 妈妈非主流 这昨晚从来没落出来过 你那皮外 我妈上这个驴好得跟肉姿炒 这个干炒的话炒不出那种香味出来 这驴好比这个肉都贵啊 我尝一下这个生的是什么味道 好 加不加驴饮草 小一个什么酒鸭的有什么样的味道 那我婆婆也尝一下 拉个电飞 哈哈哈 哈明也不愿意 我烧烧烧烧 我都吃不了了你 还乱接受 喝一杯了 喝一杯 喝一杯 喝一杯不口 哈哈哈 这驴好简呀 我来看看什么个事 这孩子长得真准啊 跟他爸一样 是不是 哎呦呦呦 哈哈哈 我吃不开 老八烧蛋就是快啊 看的还不错的 是啊 这个再给我我尝一下 这是啥东西啊 我又不动了 这张鱼电话 哈哈哈 释迦果啊 这个我还没吃过呢 就是这个造型太丑了 这孩子睡了一路啊 还没醒呢 外婆一赶紧我门来啊 眼泪就绷不住了 说对不起我媳妇 我希望我 乱出来的咯 别说这个好 怎么着呢啊 我想起来就不好说啊 我不想起来 乱得嘴巴醒了 说句话嘴巴 越来越离谱的 赶紧阻止一下 对 整个老妈眼睛都要下来 在那顶事也对吧 尽不掉 外婆来 吃点饭来来 把这个话题赶紧揪过去 好嘴巴说句话 嗯 为什么外婆会哭呢 是因为前两天 带我媳妇去一夜检查的时候 发现了很多的问题 人事小姨跟她讲呢 身上有多发性的结结 肺上也有结结 然后乳腺的结结 也到了三级 再加上她的甲状腺 她的身体真的是一团糟 然后外婆就觉得 你知道吧 我媳妇的身体是因为她脱了一点 对 很久不 wspól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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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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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